杨牧师是没有开麦克风 他好像没有声音 杨牧师你要开麦克风 杨牧师你要开麦克风 杨牧师要开麦克风 对对对 刚才有一点点的按错了那个字 所以就走了出来 好我们祷告 亲爱主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机会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探讨 一起来敬拜和学习你的话语 特别是我们今天 我们有很好的讲员 他已经有几次的跟我们分享 他在神里国度里面的负担 在对福音 对神国里面的护照 来分享圣经的真理 主啊 主主 你都带领你帮助我们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来引导我们 进入我们学习的敬拜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求求你祝福带领 我们所讲的 听的 得到同感一灵 同感一灵的 能够明白 神你在我们当中的美意 和你的旨意 在我们当中的显现 我们感谢主 天父啊 求求你 保守我们每一位 虽然我们是在不同的地区 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性 来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学习 我们感谢主 我将这段时间交托 祝祝你带领帮助我们 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好 那么我们也不耽误时间了 言行老师 大家也比较熟悉 今天因为时间呢 有很多的 那个都还没有上来 那我们也不耽误了 就请 就把这个时间交给言行老师 好的 感谢主 我们再有这样一个机会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个时差的这种 这种调节啊 真的是个问题 因为多伦多呢 改了下生日 改成东景时以后呢 失望后延了一个小时 但是 我们的这个讲座呢 都往前提前了一个小时 这个有一点 没有想到啊 所以 我以为应该是九点半 没想到是七点半 这前后就差了两个小时 所以 整个北美这边的都上不来 包括我通知的这边的很多 弟兄姐妹 不过不要紧看 我们就YouTube的 这样一个平台啊 大家 仍然是可以在上面 能够 能够看到 能分享的 那么我下面呢 先把我的这个 呃 PPT share一下 哦哦 那个 张台老师要给我 全 好 我试一下 OK 张台老师可以看到吧 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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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呃 各位 呃 弟兄姐妹 各位 呃 墓长 哈 我们今天呢 就借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来分享 呃 这个 这个主题叫呼召门徒 呃 经文呢 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呃 第一章的后半部分 那么这是约翰福音一章最后的这样一部分内容 是主耶稣和他所呼召的门徒之间的互动啊 呃 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呃 最后三十五到三十到五十一节 呃 呃 我们知道呢 呃 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中非常特别的一卷 呃 呃 是最后完成的一卷 呃 约翰福音也是神特别赐下来的 这一卷书呢 有一个非常呃 不同的一个开头 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境界 呃 然后在这个背景之下 然后是施行约翰的见证 和主呼召门徒啊 都是在这样一个 这个情况下展开的 所以呃 我们在呃 呃 在查考这一段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这一点 呃 应该说呢 约翰福音他很像 呃 一个呃 非常震撼人心的乐章 其中呢 一开头 就是强有力的旋律 然后呢 是带有冲突性的交响 呃 最后到主耶稣和他门徒之间互动 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点柔和的慢版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乐调呢 在这一部分进入到一个相当甜蜜的阶段 那么就是主和他的门徒的相遇 啊 而这个内容在其他的圣经经传里面都没有写 啊 啊 这是只有在 啊 最后这一件约翰福音里面的才写到的 那么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啊 这个呢 就构成我们今天来查考这一卷的一个前提 啊 呃 也是我们来思想主和他门徒互动的一个 呃 这样一个呃 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 嗯 可以说这是主耶稣他服事的起点 呃 这个呃 呼召带领了他的门徒 我们就看到呢 有约翰和安德烈 这是第一批 第二批呢 是彼得 第三批是斐利 第四批是拿蛋液 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呃 这次我们不太统一的读经文 我们因为约翰福音相信大家非常熟悉 那么我们这次呢 是呃 讲到什么地方呢 就把这个要讲的经文呢 提出来 我们一起呢 来来看一下 我们先从开始 从一章三入节这里 再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 看呐 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那里在哪里住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身正了 好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这部分呢 是约翰和安德烈 他们一起呢 来见到主耶稣 这是最初 跟随主的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呢 一个是安德烈 这是在这个经上 清楚地写出来的 还有一个呢 我们知道 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他不把自己名字 写出来的作者 使徒约翰 他们本来是 施洗约翰的门徒 但是呢 当他们听了 他们的拉笔 就施洗约翰 见证了主耶稣之后 他们两个就非常主动地 并不迟言地 就转去投奔了主耶稣 这是这一段经文 告诉我们的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本着 说文解道的这种方式 我们细致地往下去查考 你注意到 他们和主耶稣之间的对话呢 都是问话 他们说 主说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拉笔在哪里住 如果你纵观福音书 你会发现一个特点 往往有点答非所问的感觉 这可以说是圣经的一个特点 那么 当两个门徒跟随主的时候 主是转过身来 然后来问他们 那么这里边你会看到 主耶稣 他的主动 他的关切 他知道人心 然后呢 主去询问他们 然后呢 另外一个你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当主耶稣说你们要什么的时候 这一句话 是全本约翰福音里边所记载的主耶稣说的头一句话 那么每当主耶稣讲话 尤其是他一开始讲话 他讲的第一句话的时候 你都不能够忽略 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考察 无论是马太福音 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 其实你都有得着 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因为今天内容是相当丰富饱满的 所以呢 这些地方呢就作为一个提示 跟大家提一下 那么主耶稣说的是 你们要什么 这句话 其实含义非常深 说文解道 就是要在圣经的文本上下功夫 因为如此你才能有真正的得着 而且这样一种方法 这样一种读经的方法 其实不仅仅让你在读经上 有细致的领受 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宽 非常深的 因为它更加强调的是 圣经的文本和语言文字上的功夫 你要注意 这也是神如此来向我们启示的 可以说人类的哲学发展到迄今为止 其实最后到现在为止呢 基本上就停留在语言哲学这个层面上了 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表达 他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语言是具有决定性的 我们的神也是用语言作为他启示的媒介 所以你绝不能够轻忽神的话和神的表达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 说文解道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依据也就在这里 你也从这样一个层面上深入地去查到圣经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要字 你注意 这是在全本约翰福音中 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里边的动词 是要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词 因为这个词 它是意志的表达 如果你打开整个的圣经 你会看 第一章创世纪 全本圣经第一卷 是创世纪 在创世纪里边呢 神所说的第一句话 起初神创到天地 这是叙述 神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注意没有 神的第一个字也是要 为什么 为什么是要呢 因为这是意志的表达 这是这个要字的重要性 要有光 这是神的意志 所以在整篇的创世纪的第一章里边 它全然的表达的就是 说出神的意志 要有光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水要聚在一处 地要发生青草 天上要有光体 光体要发光在天上 普照在地上 地要生出活物来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 通篇 通篇都是神的意志的表达 这是全本圣经的开头 我们马上跳到全本圣经的结尾 启示录最后一章 我们不说最后一节 因为最后一节是一个祝福的话 我们把这一节祝福的话 我们把它跳过 那么全本圣经最后一句说出来的话 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里边 上面说的是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看到没有 最后一个字是愿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会看到 全本圣经 开头的时候 是神的药 是神的意志 愿 再放在最后 愿 是一个 这个动词 是一个 人的意志 向神全然降服的表达 这就 在这个对照中 你能看到 开头是神的意志 最后是人全然的降服 全然的 跟从神 愿神的旨意成就 这就是 全本圣经的两头 那么你从这样一个方面来看 主耶稣看到 安德烈和约翰之后 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主耶稣 向他们问的是 意志 是生命的方向 我们知道 神在人身上 在人的生命中 所做成的大功 就是改变人的生命方向 就是改变人的意志 这是特别重要的 那么 所以呢 这个动词药 它表达了人的内心的寻求 可望 智力于 它是意志的表达 古汉语呢 称为志 也叫志向 就这样一个词 所以我们知道呢 在中国文化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千军可以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 你就能看到 改变人的意志 是一件何等难的事情 但是呢 神用福音的大能 将人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能够顺服基督 这是在 克林诺前书 十章里面说的 所以 在约翰福音里面 主耶稣向人 说出的第一句话里面 他是用的是要字 这个发音 这个发问 绝不简单 那么门徒的回答是 诸子在哪里住 这个动词是住 住 它代表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 一个安顿的状态 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状态 那么是居住在那里 停留在那里 不离开的这样一种方式 这个 这个回答里面呢 你可以有一个 宽广的解读 可能对于 这个 约翰和安德烈来说 他们表达的是 他们愿意跟随 这个耶稣 让耶稣做他们的老师 因为在古时候 无论是在东方 还是在西方 弟子 跟随老师的方式 都是与老师同住 比如 孔子的学生 跟随孔子到底 孔子死了以后呢 就在他的墓旁边呢 拿个棚子 在那里守校几年 苏格拉底的学生 也一直跟着他 比如柏拉图就跟着他 跟到老师死了以后呢 然后离开老师 所以这是古代的 这样一种跟随方式 所以 他们问在哪里住 其实表现的就是 他们要跟随主 那么 住这个词 你如果 比较宽的 再去 从语言层面去解读 其实在圣经里边呢 给我们的启示 也是很深刻的 我下面有一些经文 不能在这里花时间讲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 最开始出现的呢 就是 该隐杀地之后 然后 耶和华 这个 责问他 你的兄弟亚国在哪里啊 他表示 我不知道我几时看守我弟兄的吗 当 神向他做了宣判以后呢 他 他说 我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当的 然后呢 耶和华给了一个记号 免得人看见他就杀他 然后后面 四章十六节怎么说 后面写的是 于是该隐就离开了 耶和华的面 去住在伊甸东边 罗德之地 他就随着自己的心意 住在那个地方了 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亚伯拉罕和 和 罗德分开以后 然后呢 罗德就选择了 索多瓦 住在那里 然后亚伯拉罕呢 就住在了 迦南地 创世纪三十六章八节 三十六章这一章 都是写 这个姨嫂的 姨嫂就住到了 这个西尔山那一带 然后三十七章第一节 是雅各住在迦南地 所以你看这个住 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就在约翰福音一章里边 有好多地方提到 这里就不提了 我最后说一句呢 就是主的名 包含着住 大家可能不太留心 我们说主的名字是什么 大家都会说是耶稣 其实圣经里边的启示 有的说非常非常的微妙 主的名有一个显的 有一个隐的 这个显的名 就是耶稣 那个隐藏的 那个隐含的那个名 就是以马内利 旧约里有一次 在以色亚书 新约里边 也明明确确的 人要称他以马内利 也是有这样一个启示 但是没有人称主耶稣 叫以马内利 我们都称他为耶稣 所以这个名呢 是神赐下的名 但是他是隐的 而这个名 以马内利的意思 就是住 就是神和人同住 所以呢 这里边呢 我们把圣经里的 一些的词汇 然后我们把它 构成一个概念 我们去把它打开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给我们 有启示有得着 这一段里边呢 在这一段经文结束的地方 有一句呢 就是写到呢 那时约有深圳了 我在这里呢 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深圳是什么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在这里不花时间讲 那个中国的那个地支 它和这个现在时间之间怎么对应的 那个很容易 在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深圳是几点呢 就是下午四点整 那么这个时间 我可以告诉大家 记下这个时间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你能够有什么领悟呢 这个问题 我们先放一下 放到最后再讲 大家可以记着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经文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 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在这上面 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打了一下 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弥赛亚 他的意思是受高者 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 称为基督 弥赛亚是发音 受高者是意思 基督呢 就是希腊文 对这个弥赛亚的一个翻译 那么在旧约时代 君王大祭司和先知 都有受高这样一种形式 好 现在的一个问题 一个大问题是 安德烈为什么说 遇见弥赛亚了 安德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我们翻过来先看一下 施洗约翰 这部分我们没有讲 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 第二部分里面 那么我们知道 编买福音第一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节到十八节 这是整卷约翰福音的一个序 从十九节到三十四节 这是 事与约翰见证 在众人面前 见证主耶稣的 这样一个内容 我把事与约翰的见证 做了这样一个图 大家看到呢 我故意往后退 然后用不同颜色标出来 推到这个红色部分的 然后再打开 所以形成一个 你能看到一个 有意识的形成一个对应的结构 绿色字体对绿色 蓝色对蓝色 中间是红色 这个我们会看到呢 他的这个见证里面 表现出呢 神的羔羊 神的羔羊 那么这是 这是他的一个表达 这是约翰的一个表达 事与约翰的表达里面呢 他用两次说到神的羔羊 然后一次说到 这是神的儿子 问题是 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见证过 耶稣是基督 施洗约翰不断做的见证是 我不是基督 对吧 大家都有印象 后面我把经文出处打出来 一章二十节和三章二十八节 施洗约翰两次见证说 我不是基督 但是他并没有见证过 耶稣是基督 当他见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和神的羔羊的时候 他没有同时一次 把这两件都放在一起说过 他是分着说的 他或者说神的儿子 或者说神的羔羊 他没有一起说 他没有一起说 这里边呢 其实包含着很多的内容 那么你在这里边呢 你通过解读的 你会看到 他如此写 都是非常的精道的 不是随随便便这样写的 因为从神的儿子 到神的羔羊 这个中介 是要有耶稣基督 而施洗约翰 没有直接见证过 耶稣是基督 所以他分着说 关于这个话题呢 今天只是提出来 不能在这里讲话时间了 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考虑 那么在你如果仔细去看 约翰福音 其实从第一章开始 一直到后边 基本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见证 能够见证耶稣是基督 是主耶稣自己 为自己做的这个见证 也就是说呢 耶稣是基督 不是人能做的见证 包括 这个在马太福音 十六章十六节 彼得的那个 任性 他说 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那一句 马上主耶稣就说 你是有福的 西门八月南 你是有福的 然后说 这不是属血迹的 从你的血迹里出来的 是天父指示你的 看到没有 耶稣是基督这个见证 不是人轻易能够做出来的 那么现在呢 安德烈 他说出的 他说出的是 老师所没有说的话 老师从来没有说过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老师从来没有说过 耶稣是弥赛亚了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当这位 安德烈 一见到他的哥哥西门 脱口而出的就是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他为什么能做出 这样一个表达呢 施洗约翰是他的老师 他跟从在老师旁边 听老师 并且也亲眼看见 老师做的见证 然后呢 他就把他老师 没有说过的话 说给了他的哥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情况 为什么会有 这样一个表达呢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啊 不仅仅是 安德烈自己的问题 也是我们每一个 读经人的问题 因为常常 神是这么说的 转到我们的心里 就换成了 另外一个样式 你读神的话的时候 你觉得你读懂了 但其实 因着你自己 对神的话语的解读 你就把神的话 读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你从经上的文字上 看到的这样 折射到你的心底 再呈现出来 可能就已经变形了 所以神在话语里边 他所向你启示的 那个观念 和你读了以后 所得着的那个观念 两者可能不太一样 那么 弥赛亚 这个概念的解读 在安德烈这里呢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问题的 这个转化 就在于人心里 你所盼望的是什么 你所盼望的 将影响并改变 你所听见的 那么 我们在这里就要问了 安德烈盼望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从这里呢 去探寻 神的儿子 神的羔羊 转变成 以色列的过程 我们去看 安德烈的思想方向 这就要回到 以色列的历史中去看 在 差不多两千年的 这个漫长而跌宕起伏的历史中 我们知道呢 在以色列人心里面 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 一个观念 那么就是 我们这个民族 是不一样的 天底下没有哪个民族 像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有独一的真神 我们是那位独一真神的子民 我们是蒙神的 特别保守的 我们与这位神 有约 我们跟这神是立约的 因为这个原因呢 犹太人是特别特别骄傲的 所以他们才看外邦人 是猪是狗 唯有他们 那是非常 proud 你要知道 今天世界上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同性恋啊 这些 他们以六月 作为他们的自豪月 但是你要知道 人家犹太人 是天天骄傲 天天自豪 但是这个自豪 这个骄傲呢 又让他们在 死时 第一世纪那个时候 非常沮丧 为什么沮丧呢 因为他们的神 唯一的神 不理他们了 跟他们打冷战 四百多年 不跟他们讲话 他们听不见神的声音 他们的那个神 耶和华 在哪里呢 所以他们又非常苦 然后就在这种光景下 突然出现一个 悲土寻常的人 这就是世纪约翰 他穿着非常特别的衣服 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 第一个先知 以色列的那个风格的衣服 毛渣渣的那个骆驼毛的衣服 腰上扎一根皮绳子 很粗犯 很不同凡响 然后老百姓一眼就能认出来 这是先知啊 他们四百年没有先知了 现在他们终于跟神接上了 神对他们开始说话了 所以这个关联在以色列人心中 这个机器的反应是非常强的 他们觉得 耶和华又回到以色列人中间了 有先知为证 所以在马赛福音里边 这个上次说 是百姓当施洗约翰是先知 记载在马赛福音21章26节里面 你看约翰他就是个先知 这样子嘛 他说话刚强壮胆 他施洗 他呼召 他谴责 他命令 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法利塞人都不敢说是约翰 不是先知 他们怕会被老百姓把他们打死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么轰动 所有人都跑到约翰那里去受洗 但是你看到 成千上万的人到约翰那里去受洗 洗完了就走了 然而呢 只有一些人 他们是不走的 他们受洗完之后呢 就留在了施约翰身边 他们要跟随施约翰 这里边就包括安德烈和约翰 因为合乎他们内心的期盼 但是我们看到 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 那么约翰当着他的门徒 当着这个法利塞人 和其他的以色列众人 那么是约翰说 我不是基督 非常明确 他说他不是基督 这一句话 别人听了 其实可能无所谓 但是安德烈和约翰听了 心里怎么样呢 因为他们心里所期盼的 是以色列的王 是弥赛亚 可是施约翰说他不是 那安德烈和约翰 他就困惑了 所以现在 当他们的拉比 施约翰 一直 耶稣 说看那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当他第二次 这个当着门徒再说 就是在三十六节 他看见 耶稣 耶稣 行走 就说 看那 这是神的羔羊 当他这样一个见证 再一次 那么 毫不犹豫的 他的门徒 安德烈和约翰 转身就 跟耶稣去了 这就是当时的光景 为什么 我再这样解释一下 为什么神的羔羊 神的儿子 这两个说法 那这个 这个安德烈和约翰 没有那么大的感动呢 这个要回到 他们 以色列人的感觉里去看 比如诗篇二三篇 大家都会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那么这里面 你会看到呢 我们犹太人 我们以色列人 就是神的羔羊啊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然后你会看啊 神的儿子 他们为什么 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呢 是约翰称 祖耶稣 这是神的儿子 在门徒的心里 没有强烈的浪花 翻出来 为什么呢 我们看 出埃及记 四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 我的长子 我们再看 和西亚书 十一章十一节 耶和华说呢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造出我的儿子来 大家注意啊 在我刚才读的 这两节经文里边 儿子 都是单数 所以以色列人呢 就以他们的整体 作为 神的儿子 这是为什么 当诗约翰 他们见证 主耶稣是神的羔羊 是神的儿子 他们 没有那么大的激动 而他们要把这个消息 说我们找到那一位了 我的原来的老师 拉比 向我们 这个 见证的 那一位 是我们要跟从的 那么 当他把这个表达出来的时候 他删除了老师的话 神的儿子 神的羔羊 他敢用了他心里 想说的那句话 弥赛亚 因为弥赛亚在他们 现在的观念中 等于基督 等于王 他们期盼的 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王 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王 这就是 安德烈 把这个词汇 转换的一个原因 在他内心中 他求的是这个 他照着自己的愿望 照着自己的选择 来接受神的启示 神的话语 所以呢 他就 以这样一个心态 去找他的哥哥 来见耶稣 不但他跟随 现在那位王来了 我们都跟随 先把他哥哥拉进来 这就进到第二部分了 主耶稣和彼得 其实我们仔细 花点时间来看 每一句 都能解出好多层来 经文上说的是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这个后面 括号彼得是我家的 现在就又出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主耶稣 一看见彼得 就给他改名呢 主耶稣在他之前 不是看见约翰和安德烈吗 怎么就没给他来改个名呢 后来 在彼得之后 主耶稣又见了 菲利和达丹叶 也都没有给他们改名啊 为什么要给彼得改名 那么这件事呢 也值得我们去思考 给彼得改名这件事呢 我们如果放在整本圣经 神的作为里面来看 你可能能发现改名的意义 那么这就让你去看 神在旧约里边 给谁改过名 在新约里边 给谁改过名 我在其他的查经的时候 问过大家 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呢 答对的人 其实不是特别多 有几个呢 神在圣经里记载的 给人改名 旧约 其实只有三个 新约只有一个 一共四个 旧约这三个 就是亚伯拉罕 萨拉和雅各 我们不细讲 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改名的 这些道理 我们都不讲了 新约 只改了彼得一个人 很多人说 扫罗不是改名叫保罗吗 那是他自己改的 但是神呢 悦纳他的改名 神亲自改名的 只有彼得 所以这个话题 也是我放在这里 大家呢 愿意的话 自己再去下功夫 这里面有很多 很有意思 很能帮助我们 更深任神指引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呢 真的不能再多讲了 整本圣经里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去读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圣经里面有很多 很多的线索 比如以马内力 你从头一直读到 这个奇事录 你能找到非常非常多 有的时候 你不沿着这种方式 去查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的 比如神改名也是一个例子 还有神的羔羊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观念 你提出来以后呢 你在整本圣经里去找 我管这个叫经线 就是天经地义的经 经纬的经 经在中文里面什么意思呢 通天灌地 这叫经 横向的叫做纬 那么圣经里面有一条一条 这种经线 你若你能够把它贯穿起来 你能得到很多的东西 所以你比如在中国古代里面 像诗经 它被称为经 那么义经 它原来就叫义 诗经就叫诗 后来后面加了个经 因为它被放在了经典的经 在里面去了 我们叫圣经 我们也用一个经字 都表示它有通天的这样一个方向 只有这种通天的才能叫经 其他的书 其他的书 无论多好 都不能称为经 希望大家 如果留意这个 你在圣经里面 去找到很多很多的经线 让你把整本圣经串起来 那么彼得改名这件事 当然我们知道 主耶稣重新定义了他的生命 表示了 他将不再一样 那么同时呢 这件事 其实 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如果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拣选 雅各的拣选 再看到彼得的拣选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特殊拣选 在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有普遍启示 有特殊启示 有普遍恩典 就是神让这个日头照好人 也照改人的那个恩典 还有特殊恩典 基督徒所领受的神保血 把你生命改换的这个恩典 那么也有普遍的拣选 还有特殊的拣选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彼得 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拣选 那么这种特殊的拣选 是使命性的 是神在他们的身上 有非常特别的特付 神用他们作为特殊的器皿 主耶稣为彼得改名 他带着这样一个意义 我在这里稍微展开一点 那么主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知道天父 一定为他预备门徒 就像他还没来之前 就让施洗约翰 为他预备合用的百姓 你注意一下 合用的百姓还不是门徒 神亲自为主耶稣 预备门徒 这是两个不同的 所以呢 这个 施约翰 就为主耶稣 预备了安德烈和约翰 那么安德烈和约翰呢 被主所拣选 就成为了门徒 那么 在神所为他预备的门徒里面 哪一个门徒 是特别的被神拣选 来给主所使用的 这个问题 主耶稣在没见彼得之前 知道不知道呢 答案是不知道 因为 拣选这件事 而且拣选并且 赋予他们职份 这个 这个权柄 不在主耶稣 在天父 这就是为什么 当雅各和 这个 约翰 他们的 这个 母亲 去找耶稣 让耶稣 给他这两个儿子 一个在他左边 一个在右边 主耶稣说 这个不是 我能给他们 这个定的 天父预备 是谁的 就是谁的 所以主耶稣并没有 去拿个话来 把这个 约翰和 亚各和 这个 约翰的父亲 给支走 那把他们的母亲 拿一个话 给支走 不是的 主耶稣不说话 所以这个 全名在天父 但是呢 主耶稣 有他的领受 有圣灵 给他的感动 所以当他看见 彼得的时候 那么 主耶稣 意识到 这个 是 不一样的门徒 虽然 谁坐在我左边 坐在我右边 是父 给谁 就是谁的 这件事 唯独 天父知道 但是 当主 看见彼得的时候 他是有一种 不同的 内心的感动 那么 这个感动 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怎么 确定 有这事 发生的呢 回到 经文里去 大家注意 经文里面 这个地方 写的是 耶稣 看着 他说 看着 这个词 他的原文 是 宁视 这个词 在整本新约里面 出现的次数 很有限 在约翰福音里 大概就出现过 这两次 都在 这个 约翰福音 第一章里面 还有一次 在下面 大家看 第一章三十六节 他 这个他是 施洗约翰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哪 这是 神的羔羊 他见耶稣行走 这个见 也是 明事 所以你会看到呢 这个词 在别的 新版圣经里面 翻译为 定睛看着 或者是 注视着 那么 你看 主耶稣 见其他门徒的时候 都没有用过 这个词 所以当 安德利和约翰 跟随主的时候呢 主是回头 看见他们 英文就是 C 那么在这里边 就不一样 主用 这个圣经用的一个词是 主耶稣 凝视着 以德 那么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 内涵在里面 啊 那么我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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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展开 来 看一下 为什么 施约翰 当他第二天 带着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的时候 看见耶稣行走 就说 啊 而且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 看见的用的是 凝视 他为什么这次要凝视呢 你注意啊 在头一天 因为这个地方写到是 次 这个 一章三十五节 写的是 再次日 那么在次日之前呢 那一天 就是 他刚刚 为耶稣 施洗 做见证的那一天 那一天 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 圣灵降下 住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当 施约翰看到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马上就做检证 这里面写明呢 这是神给 施约翰的一个职份 告诉 神启示施约翰 你去施洗 这个施洗 是从神领受的 不是他自己 开脑袋 开创了这样一个方式 大家查经会 看得很清楚 因为是神拆他施洗的 所以呢 那么 他 也知道 神给他一个指示 你在施洗的时候 看见圣灵在神 在落在谁的身上 谁 就是 将来 要到的那一位 就是神的儿子 神的羔羊 所以呢 当他一看见 他马上就 做了这样一个见证 那么那个见证 对施洗约翰来说 是他的一个 一个 从神领受的 启示和命令 所以 他一直心里 记得神的这样一个 多父 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马上 就照着神 向他所要的 做了这样的事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快的发生的 对于 施洗约翰来说 是来不及细想的 所以当他再次 再 看到耶稣的时候 他就凝视着耶稣 这个时候 他就有时间去思想了 那么 施洗约翰 凝视着耶稣 他就会在想 就有了 不同的感觉 原来 这一位 就是神 向我启示 我要见证的呀 就是他呀 这是我从小就认识的 我的表弟 原来 神让我 见证的 就是他 所以施洗约翰 看着凝视着耶稣 有很多的想法 现在同样 主耶稣 凝视着彼得 他发现 就是这位 神 教托我的 将来 要 被我在 世上 成为 教会的 注实 那个彼得 就是他 所以 凝视背后 有非常深的 一个思量 因此 当你 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这一句 你可以 翻译为 主耶稣 凝视着彼得 说 你现在 是 约翰的儿子 西门 你将来 要被 称为 基 这里 你是 就是你 现在 是什么 你要 叫什么 是代表 一个将要 一个将来 时 所以 所以 你会看到 主耶稣 对彼得 生命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定义 他 以前 是 西门 生来 是 西门 那是一个 天然的 但是 当他 将要 要成为 基法 的时候 是被 制作的 我盼望 我们每一个人 把这一句 也读到 自己的 生命里去 你现在 是谁 你将 要 成为 谁 你现在 是谁 是你的 自然的 生命状态 你将 要 成为 谁 将 要 成为什么 这是 神 在你 生命的 里面 更 高 的 美意 改名 意味着什么 改名 意味着 生命改变 也意味着 生命的 归属的 改变 意味着 生命归属的 改变 取名 是 生 他的 那个人 有权柄 做的 是 为父的 一个 权利 所以 现在 重生 你生命的 有权柄 为你 重新 命名 我们再看一下 时间的意义 接下来 这一节 又写到 又自日 又自日 那么 我们知道 约翰和安德烈 见主耶稣的时候 说是什么时间了呢 是 深圳 下午四点 那么 从 深圳 下午四点 当天 安德烈 遇到了主 以后 马上就去 找他的 哥哥 彼得 然后把彼得又 领来去 见耶稣 你想 这当天 发生是啊 因为后面 写又次日 所以说明呢 应该 是在几个小时之内的 天黑 以前发生的 大概是傍晚了 可能是六点左右 因为不行嘛 都 随便走走 就得 来回 就得一两个小时 那么我们知道 犹太人是以黄昏为 一天开始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那么我们知道 主耶稣给 彼得改名的时间 是新的一日开始的 一天 主耶稣为彼得改名 不仅 带给了彼得 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 同时开启了 人类历史上 新的一天 从这一天起 不一样了 主耶稣进入了 他的 侍奉 他遇见了 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的 被重新命名 这是人类历史上 一个新的 纪元的开始 你要从这样一个角度 来看这件事 来运势这件事的意义 我就给大家提醒到这里 我们往后看 这部分呢 讲到 主耶稣和 菲利 经文上说 又自日 耶稣想要 往加利利去 遇见菲利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菲利是 伯塞大人 和安德烈 彼得 同城 现在我们知道了 安德烈 彼得 伯塞大 他们 安德烈 这个彼得 和菲利 三个人 都是伯塞大 这个城的人 你会看见呢 安德烈 和约翰 是 被他们的拉比 见证 带到 主耶稣面前的 然后 这个彼得呢 是他的弟弟 安德烈 带到 主面前的 唯独 这个菲利 是主耶稣 直接呼召的 然后 我这里边呢 就请大家思考 主耶稣 见到 约翰 安德烈 的时候 不是直接呼召 在整个的 四批 门徒里边 只有 匯利是主耶稣 是主耶稣一见 就呼召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 匯利跟安德烈 同城 再加上一个彼得 他们三个都同城 安德烈 随了 是约翰 为什么 菲利不根呢 我们后面来看 那么 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边 来找到一些线索 菲利找到 拿丹叶 对他说 摩西在立法上 所写的 和先知 所记 和中间之所记的 那一位 我们预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 耶稣 那但也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菲利说 你来看 我们在这里边 在后面这一节里边 去看主耶稣 为什么呼召菲利 菲利他们所住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城 离 加百农不远 但是离主耶稣的 这个拿撒勒 他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么他们都是 国塞大的人 国塞大跟 主耶稣 主要侍奉的 那个加百农 大概是五六公里的样子 但是呢 离这个拿撒勒 差不多是五十公里 按中国的里呢 就是一百里 那就在当时 步行时代 那就相当远了 那么 菲利找着了 他的朋友 拿旦叶 就对拿旦叶说 那一位我们遇见了 那一位是谁呢 是摩西战律法上 所写的 和众先知 所记的 那一位 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向拿撒勒 做签证 然后请拿撒勒 跟他一起来 跟从主耶稣 那么 每个人信主 不一样 主耶稣亲自 呼召了菲利 菲利呢 又去找他的朋友 但是呢 他的朋友 拿旦叶的反应 跟他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看看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 完全不同的反应 我们知道 在那个时代 有志于以色列复兴的 这些以色列人 那么他们会到 是约翰那里去受洗 他们是期盼着 以色列能够被神 再一次的拯救 那么 但是呢 菲利 他没有马上去跟 世纪约翰 他们肯定都去 世纪约翰那里 受过洗 但是他没有跟 你看到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 所写的 和众先知 所记的那一位 你就知道 他是一个 非常 勤于 读经 思考 这样一个人 那么 因此呢 当他看见 有一个先知一样的 世纪约翰 出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 不错 很像 但是呢 他心里 还有一点 疑惑 他要再看看 那么 因着他对 摩西 在律法上 所写的 非常的熟 对于 众先知 所记的 那一位 他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 领受 所以 当主要是 呼召 他的时候 对上了 所以他确定 因此呢 他才会说出 比安德烈和约翰 更加坚定 明确的 一个信 一个 所信 他说 就是 就是 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 耶稣 他说出 这样的话 那么 根据 就是他 对 圣经的 纯熟 这是 给我们 那个 带领 我们在 神的话上 有没有 这样的 功夫 以至于 我们看到 一些现象 看到一些问题 看到 某些 光景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 立刻的 心里有一个 明确的 一个 见识 我们知道 这个事情 应该怎么看 我们不至于 像 风吹动的 这个 芦苇一样 摆来摆 去 所以 你看 菲利 他不急着 跟 是 约翰 可是当 主耶稣 呼召 他的时候 他一步 都不犹豫 马上 跟 因为他 知道 神 是怎么 说的 这是 菲利 的 光景 那么 那么 拿 但 却没有 像 菲利 这样 一个 马上 就一个 积极的 回应 那么 你会看到 在那个 时代 有一批 忠心的 这样一些 犹太人 他们 爱他们的 民族 他们 渴求 重建 以色列 差不多也 应该叫做 犹太 富国主义 但是呢 在这个 过程中 会有一批 像 这个 奋运党 一样的人 出来 所以 跟随主的 门徒里面 也有 奋运党人 这些人 其实 应该说 都是相当 好的 这样一些 这个 犹太人 那么 当 这样的 一个情况 出现的时候 菲利 马上 确定 对主耶稣 的 跟随 而 拿丹叶 却说 拿撒勒 还能出 什么 好的吗 这是对 传福音的 菲利的 一个介绍 我们 如何 传 我在这里 这个内容 就不多说了 怎么样的 把这个 好信息 传出去 从这样一个角度 我们今天 集中在 对这个 约翰福音的 试经上 我们下面 重点来看 为什么 这两个好朋友 我们知道 不以类聚 人与群分 菲利 跟拿丹叶 既然是好朋友 你去看整个圣经里面 他俩的名字 总在一起 但在别的地方 把他继承巴多罗买 那么 总是巴多罗买 和菲利 也放在一起 显然 他俩 关系很密切 可是他俩 态度却 截然相反 为什么 拿丹叶 为什么 如此 出言不逊呢 他说 拿瑟勒 能出什么好的 那么 依据在哪里 是不是表明 他对拿瑟勒 有所了解 那么这里要问呢 是拿丹叶 自己看不起 拿撒勒 还是整个犹太文化中 都看不起 拿撒勒 拿丹叶的话呢 其实是代表了一个 比较普遍的 一个观点呢 我们 在这里有很多问题 要提出来 耶稣为什么 一向被称为 拿撒勒人耶稣 旧约里面 关于拿撒勒的 预言或记载 有什么 拿撒勒 全本否定 拿撒勒 而拿撒勒人耶稣 却反而 为什么要 撑着他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么显然 有一个 很简单的道理 一个人 你 如果评价 一个地方 一般的讲 你是评价 你所熟悉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 问大家 里斯本这个城市怎么样 雷克 雅维克 怎么样 可能我们说不出来 甚至有人 连里斯本 在哪里 也不一定知道 雷克 雅维克 就更比较的 这个这个 偏远了 我们不一定知道 所以我们 对他没有评价 如果 你是一个四川人 你在成都 让你评价一下 你旁边的城市 对于你来说 不困难 所以 这个话里边呢 你看 拿蛋液 对耶稣的不信 是表现在 他对拿撒勒的不信 那么拿撒勒 为什么就 不让他信呢 他为什么 看不起拿撒勒呢 你从这里 能猜出来 我们从推理上 可以推出 拿蛋液 了解拿撒勒 那么经文 有证据吗 有 但是神很有意思 神不一定 在这里给你 他换个地方 大家如果把约翰福音 打到最后一章 二十一章 你看二十一章的第二节 是怎么说的 在这里稍微插一句 约翰福音 二十一章 这一章 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尾声 约翰福音的结构里边呢 包括一个序言 和一个尾声 所以整本约翰福音 结束在二十章的最后一句 二十章三十一节 是约翰福音的结尾 然后呢 有一个尾声 在这个尾声的第二节 二十一章第二节 这么说的 我来给大家读 有西门彼得和称为 低土马的多马 大家听啊 并加利利的加拿人 拿蛋液 看到没有 神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在他最后的时候呢 专门的把拿蛋液 是哪个村的告诉你 这你就能明白了 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内容呢 前面这个你就不好解 所以读经呢 要细致 那么加拿这个村 和拿萨勒很近 这两个村离得很近 你从地图上能查出来 那么拿蛋液 等于是 拿萨勒临村的加拿人 所以他知道这个 拿萨勒这个村 那么 他当然呢 就不觉得 这个地方 有什么了不得的 那么还有一点 要在这里跟大家说明白 整个加利利地区 拿萨勒加拿亚 都包括在加利利省里面 在这个加利利省 他在当时的 这个犹太的版图里面呢 他是一块飞地 飞翔的飞 他为什么是一块飞地呢 因为他中间隔着 萨勒丽亚 他和 这个犹大的 独体地区 他并不接壤 他是不挨着的 那么作为 这样一块飞地的话呢 就比较有麻烦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 一个国 如果他的出一个 领袖人物 一般的讲呢 都在他的主体文化的 中心区域 很少是在飞地 比如说美国出个总统 你不能想象这个总统 出在阿拉斯加 或者在夏威夷 一般的就在 这个加拿大 南边的美国的 这个 这个Mayland的 那个大陆上 所以呢 当地人呢 就是犹太人呢 就比较瞧不起 拿萨勒 他这个相对偏远的地方 那么 因此呢 拿丹叶这个话 代表了人们的 一个普遍的 一个看法 在 在 拿萨勒 能够有什么 像一样的人物 人物出现吗 这里面提到 耶稣一向被称为 拿萨勒人耶稣呢 我在这稍微说一下 因为 犹太人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姓的 他只有名 没有姓 那么 他们又经常 取一样的名字 怎么区分呢 于是呢 就用他父亲的名字 来区分 但是主耶稣呢 他在地上 只有养父 所以呢 有的时候 就会 尤其在后世 主要用地名来区分 称他为 拿萨勒人耶稣 关于拿萨勒记载呢 我在这里就提一句 就不再讲 在那个 以赛亚书里面 以赛亚书 这个十一章 大概 二十一章一节 我在上面写了啊 这个答案在 二十一章第二节 那么 拿那月 否定 拿萨勒 而拿萨勒人呢 耶稣 却 称赞了他 这件事呢 是有一点奇怪的 那么 拿丹业 说出 这样的话来 其实呢 你 你可以去 思想 他 心里 是怎么样一个光景 那么 在当时的 这样一个 这个时代里面 犹太人 一方面 渴求 独立 渴求 摆脱 罗马人 但是 另一方面 这些犹太人 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光景中呢 彼此之间呢 有很多的 看不起 整个 对那边的 批评 因为我们看到 那边的 整个的光景 是一种 在 以色列那里 形成的 这样的一个 气氛 是非常的 越来越 强调 律法 越来越 法利赛化 所以在 加利利的人看 是 有看法的 可是 加利利 本地 这个光景 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 他们在 北方 他们更 他们这个地方 我刚才说了 并不偏僻 因为 他的交通啊 比南方的 耶路撒冷方便的 太多了 他可以去 土耳其那边 可以去到 欧洲 也可以去到 埃及 所以他们 四同八达 商业 比较发达 因此呢 加利利 整个特点呢 是比较的 世俗化 而 耶路撒冷那边呢 是比较的 宗教化 于是 两边相看呢 互相是有点 不太能看得上的 他们看那边呢 是过于的 过于的 这个 这个 假冒为善 那么那边 看这边呢 又过于的 世俗 在这样一种 光景里边呢 那么 拿单叶 不认为 在 加利利地区 能出什么 宗教领袖 能出什么 政治领袖 能出什么样的 王 但是在这种 光景中呢 他说出了 这样的话 可是 主耶稣 却称赞他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看 菲利找到 拿单叶 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耶稣在场吗 菲利对 拿单叶说 众先知所记的 那一位 这个摩西 这个 所写的那一位 众先知所记的 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当说这话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 菲利和拿单叶 耶稣 并没有在场 那么如果 耶稣不在场 耶稣对拿单叶的评价 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的根据会是什么呢 那么 耶稣见拿单叶来 就指着他说 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耶稣为什么 一见拿单叶 就做出这样的评价 那么我们 来看 这些内容 显然呢 菲利跟拿单叶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 没在 所以 拿单叶说的 那个怪话 拿色罗能有什么好的呢 这句话 应该是 按情理来说 耶稣没听见 但是当耶稣说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时候 表明 耶稣是听见了 所以 耶稣才称赞他 耶稣为什么要称赞拿单叶呢 因为 因为 整个犹太的 自从 他们被褥 期间 犹太教 在那个时候 形成 形成之后 然后 然后 然后就 整个的 犹太文化 就进入到一种 宗教化 一种 律法化 进入到这样一种光景里 到了这种光景里以后呢 那么 他对人的评价 就是以一个人的 敬虔 各守 律法 这样的人 是整个社会 都会高举的人 当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 这样一种气氛以后 那么 他带来的一个 负面的影响就是 其实人 守不了这么好的律法 其实人 不能像他表现的 那么敬虔 可是人又想要 这样一种荣耀 于是人就去装 这就是 尤其在 耶路撒冷 这个气氛特别的浓 为了要显明自己敬虔 然后呢 就专门到十字路口上 去祷告 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专门的要 进食的时候 装出一副 恶得半死的样子 让别人呢 来赞美 慢慢慢慢的 就形成了一种 虚伪 虚假的 这样一种光景 而这种光景 恰恰是神所恨恶的 他们为了讨人的喜欢 却 落在这样一种情况中 当一个文化 特别强调道德 强调律法 强调这种宗教啊 等等的时候呢 它一定会导向 这样一种结果 比如中国是一个 特别强调道德的民族 所以呢 也带有类似的 一种虚伪的 一种文化气氛 这是有相似的地方 那么 拿单页 他直言不讳的 说出他的看法 不论他看法 是不是正确 他的这种坦诚的 这种真实的表达 这种没有诡价的表达 这是得着主的喜悦的 他没有装 尤其是在当时那个时候 这样的人 是比较欣赏的时候 那么这种品质 这种真诚 真诚做人的品质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主耶稣说 看到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这句话 是主耶稣 对他的一个悦纳 我们在这里要再看到 心里没有诡诈这个词 他还指向谁呢 还指向了 雅各 我们知道 雅各是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的 雅各的特点是 他的特点是 诡诈多端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他有点意思在哪里呢 就是当年的 那个诡诈的雅各 成为了 被神命名为以色列 现在 这一位拿蛋业 主耶稣说 他是以色列的子孙 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而且是没有诡诈的 这里边还有一个 有意思的对比 那么从登山宝宪我们来看 心里没有诡诈的 他对应着 清新的人有福了 然后这样的人呢 必得见神 所以清新的拿蛋业 果然就见到了主耶稣 那么主耶稣怎么知道 拿蛋业和斐力的对话呢 主耶稣并不在场啊 我在这里解释是 主耶稣以圣灵的能力 和他的神性而知道的 那你说这个判断从哪里来呢 其实圣经里边呢 我们能看到好多地方 比如说 第四章 主耶稣就知道 撒玛利亚妇人 她有五个丈夫的那个事情 她是一样的 我以这一个例子 就证明这个例子就好了 不再说了 那么这就是刚才讲到的 从历史上看啊 以色列 他的形成的这样一种 虚假伪善的文化 这是主耶稣 特别批评的 所以呢 在马太福音23章 主耶稣 连续用了 好多次的 这个 诱惑了 来说这个 法利赛人 那英文是Vo to you 是很强的一个 一个一个 咒诅性的 所以这里边你会看到呢 神特别的 强调一个真字 所以真理和真 真理和真实 它根本就是一个词汇 其实这个这里边 包含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的基督教里面呢 往往最容易走偏 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难免 由于要看人 于是呢 旧徒不知不觉的 就学的 开始做的一些 有些伪的一个态度 这样一种 虚假呀 虚伪 就会出来 要考虑到环境 考虑到别人怎么说 等等等等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神 看重的是什么 神不怕你 走错 神可以把你带回来 但是 神恨物 庄稼 这个地方 我们提了一下 不太说了 这个 所以主耶稣 在这样的 这种光景中 称赞 拿蛋液 称赞 祂的真实无味 那么 我在这里呢 格外插一点 所有 在我的PVT里面 在括号里面 用 用凯提字 表现出来的 都是一个 资料性的 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呢 当 称为犹太人的时候 这些人 一直在 到这个使徒行乱的时候 都是如此 往往是迫害主的一批人 迫害旧徒的一批人 但是当称他们 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往往表示了一个 比较正面的称呼 我在这里有一个对应句 看那 这是神的羔羊 然后看那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看那 这是神的羔羊 这是 施约翰 见证耶稣基督 看那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这是主耶稣 来评价 他的门徒 在圣经里面 经常有这种对应的句子 看你能不能找出来 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拿单页 就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那意思说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个真以色列人 心里没有诡诈呢 耶稣说 费力还没有呼召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时间上的秘密 费力还没有呼召他的时候 拿单页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 这里边呢 这个时间是拿单页还没有见费力之前 我们前面说的是 拿单页和费力的对话 好像主知道 主在这里说 不光那时候我知道 在这之前 费力还没有看见你之前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在想什么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所以这里边呢 主耶稣 像拿单页 又启示了这样一个 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他只想说 你怎么知道我 那个情况 主耶稣的意思是 我全知道 而且主耶稣用的是 我就看见你了 那意思是我清清楚楚知道 全在我眼前 问题是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那是拿单页自己 在无花果树底下 待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里 拿单页在想什么 只有拿单页知道 当主耶稣说 我知道 那么拿单页想什么 主知道 主知道拿单页当时的光景 这里边呢 就显示出呢 他不用在这里向我们展示 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这里边呢 就表现出呢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 一个秘密的信息 所以拿单页不用讲出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在祷告 我在思想 旧约的经文 或者我在思想 犹太历史的这种苦难 我们怎么落到这种光景了 神呐你在哪里呀 等等等等 都不用说出来 拿单页所知道的 恰恰就是主所知道的 所以 所以 拿单页马上就 听到主这句话以后 就激动的说 拉米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他马上就给了这样一个 非常积极的回应 两个你是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而且他马上称主为拉米 这表示我要跟你了 我要做你的弟子 如果你仔细读 在整个的主耶稣和门徒 互相对话中 只有拉单页说出了 神的这个词 你是神的儿子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他所经历的 和主耶稣互动中 所经历的 只有神知道啊 他自己在无法国底下 所思所想 没有人知道 他和斐力的对话 除了斐力也没人知道 主耶稣全知道 那主耶稣是神啊 所以只有他用了神这个词 放在主耶稣的身上 那么这位来见他的 既然是神 他当然应该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拉单页就说出这样的话 那么非常的明确 非常的这个带有他的信心 和他强烈的要跟随的 这样一个情怀 主耶稣一句话 能让他激动的任性 显然主耶稣的话 也碰到了他内心深处的东西 所以呢 他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激动 他们都在 主耶稣呼召的第一批这些人 都是一个渴求 以色列复兴的人 所以 拿单页才会 是一个 也是这样一个人 那么是这样一个 渴望着 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 带领以色列 恢复大魏王朝荣光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他现在呢 就如此的激动的任性 他看到他见到神了 所以这里面都跟他们自己原有的背景 原有的这个信念 是有直接的原因 是有直接的原因的 所以主呼召这样的人 那么 主耶稣 在这里对拿单页说的是 接下来主耶稣对他 对他说的是什么 是 因为我说在无花过树底下 看见你 你就信吗 在这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拿单页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我括号表明这个王 其实就表明了基督 因为基督是受高的意思 王也要受高 所以他们都强调的是 基督所包含的三个因素中 王的那个因素 那么你看啊 彼得任性 他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记载在马赛福音16章16节里 当彼得这样说的时候呢 那么你去对应拿单页说的 是不是很一样啊 都是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都是这样两个概念的表达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主耶稣听了彼得的话 大大的夸赞了彼得 但是拿单页说了这样的话 主耶稣是反问他 你就信吗 那么我们再打开来看 安德烈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弗利说 摩西在律版上所写的 和众先之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拿单页说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他们的表达 都表达了 作为门徒的一个任性 都有这样一个表达 其实唯独拿单页表达的最好 最接近彼得的任性 可是主耶稣的反应 却没有那么强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所有的任性 都是放在王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安德烈表达的弥赛亚 是指向王的 伟利所说出的 摩西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之所记的那一位 也是指向王 拿单页 则直接说出了 你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你看到 所有的门徒最开始跟随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强烈的渴望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以色列的复兴 所以为此他们盼望一位王 这就是在 《使徒行传》一章六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主耶稣马上要升天离去的时候 主耶稣十字架上受死复活 然后又专门留在地上 为他们做了四十天的陪灵大会 然后主耶稣要走了 你看到 临走前 他们最后对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是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他们内心心心念念 想的还是以色列国 而不是主耶稣口里所说的 天国神的国 不是 而且这一句 不是某一个门徒说的 是他们 表示他们所有的人 还都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 拿丹叶的这样一个表达以后呢 主耶稣没有立刻的 非常的兴奋 给他一个大大的表扬 因为呢 他拿丹叶说的和彼得说的 这个最大差别在哪里呢 拿丹叶说出的是内心的感动 而彼得说出的是神的启示 这是这两个的差别 那么 内心的感动 也是从神来的 但是 起点不一样 罗马书里面说 本于信 以至于信 所以 拿丹叶的表达 应该是放在 本于信里面 我们是从这个信开始 最后达到一个 一个更高程度的信 所以呢 那么 我们在这里边 能够区别出 这两个非常相似的表达 其实 是 有所不同的 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还可以再 再深入的看一下 前面说了 为什么 安德烈和约翰 他们跟随了 十几约翰 而彼得 菲利 拿丹叶 他们没有跟随呢 是弟弟辈儿的人 一个是彼得的弟弟 一个是雅各的弟弟 他们是门徒中主的 门徒里边 年龄最小的 我们知道约翰是最小的 他的朋友安德烈呢 跟他年龄差不多 用我们今天来看呢 我们估计 他俩都是teenager 大概都不到二十岁 所以他们有着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能够马上从 施洗约翰的门下 转头主耶稣 只有这样的 小年轻的人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 你要知道 在古时候 一个人从事 跟随了认定一个 拉比 跟随他是跟一生的 是不轻易转换门庭的 转换门庭是一件 非常非常大的事 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安德烈约翰 扭头就能走 这是少年人的特点 而彼得 彼得 菲利 拿丹叶 他们肯定也受过 施约翰的洗 他们没有去跟随 因为他们是成年人 他们的思想更成熟 他们的阅历更丰富 所以他们 对做出一个决定 他们要慎重 他们顾虑的内容更多 所以他们没有跟随 施约翰 他们要再看一看 那么在这种光景中 你看他们马上跟随主 那确确实实 他们看到了 主耶稣的完全的不同 所以他们跟随 很有意思 这个跟随是约翰的 是弟弟辈 然后最后他们一起 都跟随了主耶稣 这个地方 就比较有意思 南丹叶说出了 那么坚定的话 你是 这个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主耶稣呢 却说 因为我在无话果树 底下看见你 你就信吗 这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幽默 这个小幽默呢 就是 拿丹叶 他表现出的是一种 无信的态度 那么 他是用 用 这个 问句 甚至是 很不好听的话 来回答 腓力的 拿丹叶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当见到主耶稣以后呢 主耶稣 给了他一个 很好的评价以后呢 他接着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呢 注意没有 拿丹叶开始对主耶稣 说的 这两句话 一句是对腓力说的 一句是对主耶稣说的 他都是问句 所以主耶稣啊 也用问句 跟他说 因为我说在乌哈果树底下 看见你就信吗 但是主耶稣呢 这一句话 不但呢 不是否定他 而是 对拿丹叶的认信 是再一次的 给予确定 因为我们知道 无法果树这件事 是拿丹叶认出耶稣的记号 所以耶稣再次提 无法果树底下 其实是给他一个确定 但是只是呢 主耶稣退一步 用一个略带否定的语气 表示了一个不足够 你就信吗 这不够 然后进一步鼓励他说 你将要看到更大的事 更大的事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主耶稣这句话里边 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我 看见你为高兴 你要以你看见我为高兴 我觉得这个意思 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当神看见你 你高兴 是对的 但是你更高兴的是 你能够看见神 那个更大的事 其实就在下一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一开始有什么事呢 是迦拿婚宴 你在迦拿婚宴上 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水遍酒的故事 而那个地方是在哪里呢 在迦拿 我们知道 拿旦叶是迦拿村的人 主耶稣说 我就到你的家乡去 让你看看更大的事 所以你往后一读 你就明白了 然后主耶稣再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 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 主耶稣换了一个 一个 一个代词 把你改成了你们 而且这也是圣经里边呢 主耶稣第一次 用实实在在来做讲论 所以这一句 不再是对拿旦叶自己说的 而是对所有的门徒一起说的 你们都要看见 天开了 这是一个惊人的大意象 这个开字 第一带有方向性 我们知道这个门啊 你是像外这样打开 还是向你推开 这是不同的方向 当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说 天开了 是天门向你打开了 就像我们现在到什么地方 会有自动门 你走到那里 那门自动就打开了 对吧 那么主耶稣这里说 那个天开了 就差不多是这种情况 这个门自动就开了 而且这个门的开的方向 是顺着你往前走的方向 所以这里边显示出 神给门徒的一个更大的 一个地向 给他们更高的一个看见 因为门徒心里所想的 所求的 主耶稣明白 他们求的还是地上的事 求的是地上的国 我们知道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就是太初有道 把我们带到时间的尽头 把我们带到天上 那么主耶稣在这一章 结束的时候 主耶稣对所有的门徒 来讲论的时候 他用的是实实在在 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 就是阿门阿门的 然后呢 主耶稣说 神的使者 上去下来 在人子的身上 这是阐释 雅各梦见天梯的一幕 我曾经问过 这两个图 哪一个是雅各梦见的天梯 大概这里边 有一个中文里的问题 就是 那个梯子 让我们想到了梯子 所以呢 我们会把它想成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 创世纪里边 在这个 雅各的梦里 那个天梯 那是台阶 是十阶 所以应该是右边这个图 那么我们看到 神 主耶稣在这里 向门徒启示的 是一个非常宏大的 一个很高的一个看见 就是 把他们 带到一个更高的 带到天上的 这样一种 一种启示 你们这样看 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来下去 在人子身上 这里面表达的就是 主耶稣 他自己就是那道天梯 所以主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那么 在这里面 主耶稣 向门徒 启示 天上的事 启示 从天 降世的人子 所以呢 无论是基督 还是 这个概念 都是 人不能够 直接见证出来的 所以 这里面我们也看到 在 约翰福音这一卷里 神的启示 何等之高 我有一个表达 叫做罪 带来了 降维打击 主耶稣 赐下的 是 身为 祝福 因为我们的人 本来是 活在地上的 两维的存在 但是 神 带我们 乘 带我们 向上 走一条通天的路 成为一个 一个 一个 生为的 一个祝福 那么 最后 再讲两点 第一个呢 约翰福音里面 记载 在第一章里 记载了四批 在不同情况下 跟随主耶稣的 门徒 那么你注意到 在这些 这四次的记载中 每一次对话 都是由谁开始 这个小节 可能不留心 是看不到的 首先是 约翰和安德烈 主动的跟随 耶稣 但是 第一个 开口说话的是 耶稣 主说 你们要什么 然后 是 安德烈 找到了 他的哥哥西门 然后 约翰 看着 他说 你是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 被称为基法 只有 主耶稣 说了话 然后 主耶稣 主动的 见到 斐力的时候 说 来跟从我吧 最后呢 拿丹叶 虽然和 斐力 有对话 但是 当 他 跟着 斐力 来 见 主耶稣 的时候 主耶稣 指着 他说 看哪 这是个 真以色列人 同样的 当 他 遇到 主的时候 第一个 开口说话的 是主耶稣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实在是 主耶稣 是为我们 信心 创始成功的 最后 讲一句 为什么 前面 使徒 约翰 要写下 纳什 约有 身证了 我们要 知道 现在 在写 这个内容的 写 约翰福音的 这位使徒 约翰 已经 九十多岁了 当他 此时此刻 在写 约翰福音 的时候 回想到 他初见 主的 那一刻 已经是 很多很多年 过去了 但是 那一刻 仍然 历历在目 有如昨日 在这个中间 是 从 建主 到他 写这卷书的 这个期间 是无数的 艰难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他被 主所 魔造 他也更深的 认识主 他也有 更多的 感动 所以 在 此时 这样一位 衰老的约翰 当他 回想 当初的时候 他知道 从那一个 时间之后 永远 都不再一样了 他 在内心深处 永远 永远 记得 那个 时间 初见 主的 那个时间 一个下午 四点钟 左右 这是一个 永远 不能忘怀的 时间 好 我的分析 分享就到这里 愿 主耶稣 基督 祝福 每一位 学习他话语的 神的儿女 感谢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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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辛老师 你 人说 那个 历史的一种 写法是 进入 实景 你不但是 进入实景 你带我们 进入了 金井 里边去了 这个 这个 视角是 非常特殊的 那个 大家 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们和 颜辛老师 交流一下 好像有人在 聊天室 有两个问题 聊天室 里边 我看一下 嗯 没感觉 对 在主耶稣 在地上的时候呢 有两个权柄 当时没有 宰在手里 一个是 那时辰 那时候 这个子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 谁坐在他 左边 站在右边 但是呢 在他升天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在他十字架之后 复活以后 一切全命 都在他 神都赐理他了 这说得很清楚 是非常对的 但是在拣选门徒的 那个时候 还不是 嗯 拿丹叶是 十二使徒之一 因为 当时在那边 记得名字是 巴多罗马 他和拿丹叶是 是一个人 还有没有 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没有看到 因为今天 那个我们的时间也 那个拖了一点 这个 这个问题怪我 就那个 出了三次错误 首先第一次就把 北京时间搞错了 然后 我们的方言弟兄 一个老弟兄给我指出来 然后又重新又发 海报 发了海报以后 还是把那个 纽约时间给搞错了 所以 袁欣老师也不知道 应该我们的 这个时间 应该是你的 七点半吧 是不是七点半 我要再查一下 因为 按照我们 那个 我们本来在 这个 时间上的 这个差别呢 我的概念呢 是应该 往后退一个小时 以前的是 八点半 在退一个小时 应该是九点半 所以我完全没想到呢 我就是写的九点半啊 我就是写的九点半啊 可是我的时间 现在还不能 除到九点半的 这个 这个 等一下我们 试一下再讨论再好了 好的 因为这里面 这个问题确实 如果说 我一犯错误 就 影响就大了 就很多人 就没有 没有上来 不过好在 我们还有一个 路波 可以去 那个 大家就可以 在那个上面 去重新来学习 是 那么 严谨老师呢 他在我们这里的 这个索文解道呢 这个系列节目呢 应该说 今天 算是 一个小节 以后呢 我们和严谨老师呢 还有一个 那个 很 密切的合作 这个呢 就现在不方便 在这里 说 那个 这个索文解道呢 我们可以下来 商讨一下 看来 怎么样把它 打一个捆 这个 把这个方法 这种实经的方法 介绍出去 那个 下一周呢 我们是 也是一个系列 这个系列呢 就是 接着那个 张伯利牧师的 知识分子与教会 这样一个系列呢 然后我们请 阮寅飞 也是一个知名的学者 阮寅飞呢 他来谈 那个 知识分子与教会 他的第一讲 然后呢 他讲了 他讲一个系列以后呢 他又和 张伯利 两个来对话 我们准备是 这样子来做 那么 下一期呢 就是 他的一个 一个节目了 那么 那么今天呢 那我们感谢 严谨老师 也感谢 大家 来参加 我们请 那个 王伟强牧师 王伟强牧师 是我们原来的 那个 墓尔本 华人 牧者联会的主席 两届的主席 原来的这个 香港的 进会 出版社的社长 我们请他来做一个 那个 结束的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感谢你 透过 原行老师 今天这么 诗志 主啊 这么深刻的 解经 观察 主啊 我们真的是 太感恩了 主啊 愿意 我们 也能够像 拿章叶 跟 耶稣一样 有这么亲密的关系 主啊 愿意 耶稣 也看到 我们 内心里面 可能都没有 说出来的 心思意念 主啊 让我们也常常愿意 住在你当中 跟随你 主啊 你继续赐福 袁老师 他的事奉 他每一次预备 各样的分享 也巴不得 能够整理好 这样子一个 言经的方法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以至于更多的人 能够效法 类似的方法 然后更深刻的 成为我们 独今生活 更有得着 感谢主 为我们 一些行政的工作 时差的问题 主 我们也仰望你 我们真的 每一次 谢谢我们的 同工 特别是 帮我们设计 那个海报 还有我们 网上 技术的同工 他们默默的付出 愿意也 记恋他们 我们会下个礼拜六 要进入另外一个课题 主 你赐福 阮云飞老师 让他的预备 让他即使先要得着 也成为我们的得着 感谢上帝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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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里 那个 咱们